瑞穗香农会是针对了务农人口高龄化 造成部分产销班组织运作 产销推广政策的推动上心有余而力不足 农会即文旦佑产销班的精简后 今年也特别针对了五鹤茶区各产销班进行盘点整合 在14号的上午和老班员们讨论协调 获得了老茶农们支持和配合 希望能够交棒给年轻的下一代 让茶产业可以蓬勃发展 成立加入茶叶产销班将近一甲子岁月的茶农们 如今法图齿摇的来参加产销班缩减整合的协调会 如果做解散再重新组合你感觉怎么样 那个没有差 没有差 有什么要 有一个改进 老了 不会做事 会很新的 哦 如是三五鹤茶农人口高龄化 成立加入产销班的班员平均也都在70到80岁以上 年老体衰 务农工作 心有余 额力不足之外 也致使了产销班 组织运作停滞 在新的产销政策的推动上也更显吃力 现在要整合精简 老班长们也都抱于正面态度 哎呦 我们这班年纪都蛮大 嗯嗯嗯 έ 那重煮以后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再看看吧 因为可能就是要年轻人出来带 我们这个老人家就退休了 五鹤茶区总共有六个茶叶产销班 农会与产销班协调整合二班与四班 老班员们支持重新整合资源与力量 或者由青年茶农主导 对产销班运作的发展应该会有助益 其实年轻人迈向我们茶区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六岁天鹅茶做得更好更棒 那不是因为解散而停止我们茶叶产业的继续营运 面对全台务农人口高龄化所造成的产销问题 日市商农会深有同感 近三年来首先从文丹佑产销班进行盘点整合 并从原本的25个产销班 透过考核与整合缩减到目前的20个 而今年也首度针对五鹤茶区 每一个茶叶产销班进行整合 农会表示希望在老茶农的体认与支持配合下 能顺利整合精简 世代交替 有青壮年茶农接棒 瑞穗茶产业才能走得更快 走得更远 记者时遇览 瑞穗采访报道 Bonsoir 好 好 感谢观看